查理檢查站是每隔來柏林的遊客 一定要參觀的地方 現在只能看到照相的遊客 30年前 這裡是重兵把守 一邊是東德軍隊 一邊是美國軍隊 在1989年11月柏林牆倒塌之前 這裡是東德和西柏林之間進出的關口 當年 一位東德的女士通過查理檢查站後 激動的哭了起來 當年很多東德人以去西德探親為由 得到去西德的許可 就再也沒有回去 二戰後 東德被蘇聯佔領 柏林被一分為二 東部由蘇軍管理 西部是英美法三國共同佔領區 西柏林等於是被東德環繞 在1961年柏林牆建起之前 每天都有大批東德人因不堪蘇共的統治 而逃到西柏林 再轉到前往西德其他地區 上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初 有300多萬東德人逃往西德 為了阻止民眾出逃 蘇共控制下的東德政府建立了柏林牆 全長155公里 最初以鐵絲網和磚石為材料 後期加固為由遼望塔、混凝土牆、無人地帶 陷阱以及反車輛壕溝等組成的邊防設施 但東德民眾仍然用各種方式逃離 比如從位於邊境的樓房裡跳樓進入西柏林 開卡車闖檢查站 游過邊境的河 甚至有人發揮德國人血液中的工程師天分 自製潛艇和熱氣球通過海陸空逃往自由 大約有5000人冒死翻越柏林牆 其中1000多人喪生 有的被抓回東德坐牢 1989年11月9日 東德政府迫於民眾的壓力開放了柏林牆檢查站 之後柏林牆被正式拆除 路特這一代年輕人的生活 因為柏林牆倒塌而發生了巨大變化 路特在柏林創立了名為時光旅行的公司 戴上這家公司的虛擬眼鏡 可以通過錄像看到柏林牆倒塌前的錄像 路特說 他一直在想一個對這個社會 非常重要的問題 對於路特來說 創辦這家公司不僅僅是做生意 更是一種責任 因為可以讓遊客看到幾十年前的一切 給遊客們一個機會去思考過去 以及可以從過去學到什麼 新唐人記者 王雨菸綜合報導